- 各位觀眾,我們現在來到的是太魯閣國家公園和幻山管理站 才剛停好車就遇到非常可愛的金翼白莓呀 這個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特有種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愛呀 嗨,金翼白莓 哇,太幸運了一下車就遇到你 拿去哪裡? 河歡山又稱河歡北峰 不論你怎麼稱呼它,大家都知道它就是河歡山群峰中最高的山峰 山頂就正好位於南投縣仁愛鄉和花年縣秀林鄉太魯閣國家公園的邊界上,為排名34的百月之一 現在外面才10度左右,剛剛從山下上來還有20...23吧 哇,真的是滿冷的 先動一下 雖然離登山口有一點距離,不過就當作熱身 這些鳥類好多 如果說從南投往花蓮方向出發 河歡山北峰登山口會在過了小風口停車場之後 隨即在左手邊出現 曾經聽過一個說法 河歡山北峰算是登百月的入學考試 有一點點難度,有一點點陡峭 並且一起登就直上 出發每200公尺就來個手腳並用的攀爬 不過這種熱門路線相對在安全範圍之中游走 雖然旁邊的山崖看似可怕 不過只要堅定信心,我們就一步一步往前邁進吧 0.3K囉 300公尺 回靠右走 這導航是壞掉的 好,河歡山很棒的地方喔 就是拐個幾個彎 就會有大景 天氣很好啊 雖然河歡山北峰算是個安全的熱門路線 路上的山友也不算少 但應該就唯獨我比較沒有經驗吧 所以我還是抱著戒慎恐懼的心情 準備好自己來爬這座山 登山障 保暖衣物 帽子 一樣都不能少 不過 就像剛剛影片中的 今天風炸到一個誇張 我覺得這種程度基本上跟我在西濱上面騎 重機的風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就讓各位再體驗看看現場的風速吧 0.8K囉 各位觀眾,我們在花蓮 0.9K 一山還有一山高 乾滿一公里 又看到兩隻金益白霉了 沒有很高 只是三千多公尺而已 再說一次 這個風 真的不但大 大到很誇張啊 套句老一輩常在講的 我好像就是老一輩 就是人家常講的 看到腳尾都冷了 在這種懸崖旁邊 風速又這麼大 真的是很刺激啊 風比較沒有那麼大 剛剛風實在大得太誇張了 看到反光板了 自己一個人登山的確蠻容易累的 少了朋友一起忍蕭微 不過好處就像是我這種 百月幼幼般的阿伯 可以自己慢慢走不用擔心拖累隊友 邊走邊看風景 每往前一段就有新的展望 1.4K 這100公尺應該是這一路以來最快的吧 可以看到後面 這段 反光板的下面啊 還算是 算是讓你緩和一下 說真的 在山上遠眺那 蟲鑾疊張 有些是拔地而起 則高出雲表 有些則是主山帶河 且淋下無地 其中 更增添登山氛圍的重要元素 則是雲海 風雲變幻且浮雲蔽日 山上的雲海變化莫射 正是挑逗你視覺饗宴最大的吸引力呢 各位觀眾 現在看到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 河環北風還有200公尺 You had a bad slope close only 200m 有聽到有人在上面講話的聲音 是不是燒來喜訊呢 不要到了嗎 河環北風 河環北風 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來到3122公尺 花環北風登頂 好不好 炸 為了 現在到頂非常的熱鬧 河環北風啊 真的是太淡了 好開心啊 第三座白月 真的非常的開心 河環西風 往這個方向去 不過那個據說來回要什麼十幾個小時是不是 謝謝 謝謝不聯絡齁 我要回家 而且在河環北風這裡遇到一個非常酷的事情 就是遇到居然有人看過我的影片 真的是太開心了 謝謝大家幫我看過我們的頻道 謝謝 因為你們會做功課 我們就有信心走了 不然六十歲的老人 沒有你們那些影片讓我們做功課 我們沒有那個勇氣 謝謝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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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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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耶 可以傳給你 好 日出 來分享給我 謝謝謝謝 謝謝 真的非常的開心啊 第一次自己讀攀百月 就完成了這一次北風 雖然說過程應該不算太難啦 不過自己完成總是特別有成就感 另外啊其實自己走也好 不要像每次我好朋友都說 欸今天輕鬆走就好啦 然後五十公尺之後就變成我獨走 不但被海放拉開距離 而且自己想追的時候很快就會被拉爆 所以說自己走的時候只要不是在荒山峻林 沒有通訊的環境之下 只要你特別注意安全亮麗而為 應該都還算是安全的 以其減少山難的發生 損及社會資源 我們不要發生這種事情 這就是好的登山步道囉 下來了下來了 都換北風成功 回到馬路上了 真的是太感動了 不管有一段那麼散播要做 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終於回到停車場了 我覺得最後這一段的坡路 真的是耗盡我所有的體力 我們來販賣部補充一下吧 今天的一日北風成功 很高興 我們請大家看一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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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